台湾的冬蟲夏草数量稀少 价格昂贵 每公斤的售价超过了新台币40万元 卫生署建议了一项替代品 是被誉为南方蟲草之后的长花 彰化一所大学的教授带领学生们历时一年 成功研发利用五股杂粮培养的长花 玻璃皮内装的就是野生的长花 原来长花不是花 而是真菌寄生在野生的产体 产死了之后所长出来的药材 有一种真菌 它会专门寄生在这种资料上面 它大概在春夏 夏天去感染它 经过把体内的蛋白质当营养 经过一年之后 慢慢感染 把营养代谢完之后 它就在土壤的表面突出一小根 我们叫紫实体 就类似香菇的杏鲍菇那根 我们叫紫实体 生物系教授吴建一指出 台湾近几年有农民分别在花莲县 以及新北市 发现野生的小蝉花和大蝉花 但数量不多 每年5到7月采收一次 但生长在户外容易受到污染 于是带领学生上山采花 成功研发利用五股杂粮培养蝉花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米 还有五股杂粮配方 我们配方 就可以长出一根一根 形态可能也不太一样 可是我们的成分分析 它的成分比野生的还好 而且安全又未深 也不会有什么外面污染的问题 蝉花也被研发做成粉状 方便服用 另外终于主张钥匙同源 可以用来入菜 这项新突破 未来还会开发美妆品 台湾学术研究 也将再向前迈进一步 新唐两台电视 叶喜红 台湾彰化报道